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早切成两半 这样味道容易煮进汤里 我的锅子比较小 我只用半个苹果 把苹果切成大块 任何品种的苹果都可以 切几片紫薯 放入几片姜 还有一大块黄冰糖 冰糖的量自己可以选择 然后倒入足够的水 大火烧开后转中小火 煮到苹果变软就可以了 然后过滤一下倒入茶杯中 我为了让大家看到漂亮的颜色 我用了玻璃杯 这款茶不仅颜色漂亮 而且非常的好喝 无论趁热喝或放凉喝都非常的美味 我用了玻璃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见